兔子姐姐 着火了该怎么办 兔子姐姐在野外生火 突然来了一阵风 破灭了 好冷啊 进帐篷休息一下吧 可是被风吹灭的火堆并没有完全熄灭 以为我们熄灭了吧 准备攻击 火怪物吹了一口气 很多火苗飞了起来 飞到了叶子上 飞到了树枝上 一股浓烟飘进了帐篷 这是什么味道 好像什么东西烧着了 他们掀开帘子 发现森林里着火了 着火了着火了 耳机火越来越大了 我是火怪大王 让火更猛烈些吧 这可怎么办啊 别着急 用冷静 我们先给消防队打电话 拨通火警119 消防队 我们需要你 立刻出动 威武的消防队赶到火灾现场 他们喷出水中 撲灭了所有的山火 我一定会回来的 终于熄灭了 消防队救援车 谢谢你们 不客气 这次你们很勇敢 下次一定要确认火苗 是不是都熄灭了 收到 请看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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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